如果华伟哲長跟你講 陳其邁市長 我們台南市的滷肉飯 絕對是不含萊克多巴胺 你不要贏你 萊克多巴胺到底多少含量才安全 許多縣市都通過了自治條例 要求零檢出 讓依照中央規定的高雄市長陳其邁 老是被議員拿其他縣市長來做比較 只是高雄市如果也通過零檢出的自治條例 到底有沒有用 食安法這個是屬於中央的一個權限 那所以中央訂出來的規定 我們就不能去抵觸它 中央母法沒有訂定 那麼地方制度得另定之 這個法律很清楚嘛 你在這裡要求丹市長 去做違法的事情他怎麼做得到 法務局長和綠營議員 紛紛替陳市長緩夾 只是面對越燒越大的美豬爭議 教育部可以一指公文 要求使用國產豬肉 縣市政府卻不能夠要求 更嚴格的食安標準 讓不少議員覺得不太公平 我連訂的權利都沒有嘛 那我說訂 那結果一定我訂 我連訂什麼標準都沒辦法 比它更嚴格也不行 比它並送也不行 這個是一個 台灣有關這個 所謂的自治權的問題 再一次再突顯一次了 雖然中央已經表態 各縣市的自治條例 不得規定零檢出 不過國民黨團已經預計 將要送出規範更嚴格 甚至萊克多巴胺 領檢出的自治條例 相信將來也會在議會 又掀起藍綠交鋒的激烈場面 記者吳秉原 高雄報導 記者吳秉原 高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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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記者吳秉原 高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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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ベッ銀行 記者吳秉原 高雄 Darksta